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盘子姐姐啊 她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就是专门 这个有很多明星啊 艺人啊 都是一些大咖 都是一些大咖 这些演唱会啊 伴舞什么的 这个盘子姐姐做这个 应该有 应该好像十几年了吧 应该是 然后 具体的我也不太了解 先让她介绍介绍吧 好吧 哈喽 哈喽 大熊听得到吧 听得到了 OK 啊 现在有 有很多人在听吗 啊 等会儿陆续的就来了 咱们聊咱们的 现在这些 进来的小伙伴 都是因为 就是焦虑症 对吧 嗯 都因为得够焦虑症 关注我的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哎呀 我我我 我首先 我先 先得特别感谢大熊 因为我记得 在我那段时间 我是最痛苦的那段时间 就是 我在网上吧 搜到 安大熊三个字 然后我就 开始我就关注你的一些很多东西 我发现 哎呀 我找到 就是组织了 对 对 我觉得那是 那是 好像是19年年底吧 应该是 对对对对 嗯 就是 在疫情 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的 大概头一个月吧 一两个月吧 应该是 嗯 嗯 对对对 那会真的是 太痛苦了 先 姐姐你先说说你的那个 当时就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 发现自己是这个情况啊 当时自己是个什么反应 就经常发作嘛 我记得你当时 嗯 对对对 我当时其实啊 我是在2019年的 10月份吧 我有一次呢 就是从飞机上面下来 然后在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呢 我那会是突然 就是在看书 然后突然一下呢 就感觉 心跳就胸闷 然后闷得 闷得特别难受 然后就 开始头皮发麻 然后那个 心跳加速啊 就是那种剧烈的跳动 然后眼前就开始那种 失真感 就是 不真实感就出现了 然后我当时就挺懵的 就我自己怎么了 然后特别特别的 害怕跟惊恐 然后就感觉喘不上来气 那飞机快下降的时候呢 我就 我记得那会是 我都要冲过去 把抱住空姐的腿了 我说 我说能不能让飞机 就快点下降 我可能快不行了 就 就很痛苦 然后 飞机 呃 停靠了以后呢 我就从那个飞机上面走到 走到去拿行李的地方 我就 觉得那一条路啊 就特别特别的长 我就感觉 随时我都要晕倒在机场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 完了 我会不会就死在这了 然后 对 我就当时就在看 就是来了往往的行人 他们每个人都走得很匆忙 都拉着自己的行李 然后当时我都在想 呃 我应该去抓住个谁的手 然后告诉他赶紧送我去医院 什么的 但是就靠自己的这个 就是那会儿的那点 呃 力气吧 我就走到了那个机场的那个医务室 然后到了医务室以后呢 我就 用非常虚弱的声音 我就跟那个医务室的那个人员说 我说我可能心脏病犯了 就是我有心脏病了可能 然后医务人员很快 快速的 让我躺平 然后给我吸氧 然后开始身上开始就是 那个就是安那个仪器 嗯 做新电 做那个新电图 然后坐下来说 哎 你没有什么问题吗 就就是 就是快了一点 稍微快了一点 然后他让我在那躺一会儿 给我吸了氧 我大概在机场那缓解了一个小时吧 然后机场的那个工作人问我说 要不要帮我叫120送我到医院 我说我不用 我现在感觉还可以 我就自己提的行李 就到了医院去挂了急诊 然后我到了医院去的时候呢 我记得给我测脉搏 嗯 血压 都都正常 然后又开始做一遍新电图 然后验血 然后一系列的检查下来后 医生就说 你没有任何问题呀 然后我说那我现在 就是我包括我现在跟你对话的时候 我的心跳都是很难受的 我就跟医生说嘛 医生反正就看了那个新电图的报告 就左看右看 说你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他看我也不走 他说那你那你实在难受的话 我就给你那个就是开个呃 刮个水吧 就打掉皮 我说行行行 我一听到打掉皮 我觉得哎好 有救了就 然后没想到在打掉皮的当途中 中途吧 就那个感觉又来了 就是很难受 然后我就跟护士说 然后护士看我那样 说说你 说你你要是难受的话 要不你去跟那个医生说 你不要打了 后面我自己想想 呃 算了吧 我就回家吧 就拖了这么难受的躯体 我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我就 休息了一天 感觉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后面就没管他了 然后很巧的是什么 大概是过了 大概几天以后 我要去动一个小手术 就是做一个那个 腹腔镜的一个小手术 手术完当天下来以后 在在病床上面 我整个人就不行了 就是一天 我记得那一天是 起码惊恐发作了有 十来次吧 而且是每次都是很极端性的 那我刚手术刚下来 我身上还是就是说 呃 那个就是插有那个 心电图的那些仪器啊 什么都在 然后我当时很难受的时候 我就躺在床上 我就有那种就是心脏要 爆裂的那种感觉 跳得特别特别快 然后人又没有力气 当时我就按那个呼救灵 心内科的主任医生都来了 然后就看着我那个心 心电图那个走向 说 你没有任何问题啊 就是就是快一点 然后我说那你们给我处理一下吧 我就实在就是我感觉 我要死了那种 然后开始又给我做 一系列的那个检查 就是包括我手术的 手术的一些就是术后的一些检查 然后心脏的检查等等等等 又给我带了个24小时的 那个心电图的那个机器 说这个是最稳妥的了 呃明天 明天可以看到结果 啊 结果 第二天了以后 那个结果出来了 又说没有任何问题 嗯 就让我出院了 就医生说 你这个床位只能住两天 就不能再多住了 哎呀我当时我就 太崩溃了 因为 明明就是身体非常非常难受嘛 然后就 在医院的病床上面 医生就在旁边 都检查不出任何问题 我就特别崩溃这一点 没办法我就拖着这个 就是非常虚弱的身体 回到家里面 我记得那两个月吧 我是 连话都说不了 就是说话声就是那种 发不出声音来的 没有 没有任何的力气 嗯 而且也只能在家躺着 只能躺在床上 然后那个胸口 就是 就感觉是 一直是 收得特别特别的紧 就是紧到已经到了一种 非常极致的一种 一种状态了 每天我醒 每天我醒过来的 那个感觉就觉得 我今天还能活下去吗 嗯 然后后面到了 就是我慢慢能 慢慢能走 走动的时候 我就 我又上医院去查 就是做心操啊 然后做 呃 抽血啊 反正各种检查都做完了 最后 有一个医生跟我说 他说 你要不去看一下 就是 神经内科 或者是那个 就是 呃 精神科 心理 心理科 都可以 嗯 我就听了他了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医生 我就跟医生说了 就是我的这些状况嘛 医生啥也没说 就给我开药了 嗯 开的那个叫草酸 还有一个叫那个 舒逼利片 然后当时 给我开完药 然后我就看那个 那个药物的那个 副作用嘛 嗯 我一看 给我吓的 我 我 我那个虚体症状 又更严重了 我赶紧把药 我就扔了一遍 然后我就开始 在网上搜 各种关于焦虑症啊 抑郁症啊 这些惊恐症的 这些信息 然后 我就搜 搜到你了嘛 大熊 然后我就看你的 很多视频 我就知道 原来我是得了焦虑症 然后那一会儿呢 我就没有吃西药 嗯 我就看了一个老 看了中医 嗯 在看中医的时候呢 其实 嗯 中药吧 它不像西药 来得那么快 我在吃中药的过程当中 还有 还会惊恐发作 但是吧 就慢慢慢慢的 它那个 它那个浓度啊 就惊恐发作的 那个浓度 它就一次比一次小 一次比一次小 然后通过看中医呢 又 加上看心理医生 然后心理医生 他帮我做那个 就是 叫做 创伤处理 他从我 从小 然后一直到 我手术前的 一些人生经历吧 他帮我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就是清理吧 看我从小到大 有没有什么 就是创伤性的一些事件 就是影响到我的 惊恐发作 嗯 我就跟他聊 聊了很多 然后就这样慢慢的 通过吃中药 看心理医生 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就基本上 我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然后我就能 出来正常的工作 学习 然后跟人交流 那段时间 因为正好是疫情 非常严重的时候嘛 然后 就更加的用 就是加重焦虑 就在家都害怕 我会不会 得这个 就是 得这个新冠啊 什么的 就是完全整个人 就是非常非常的 敏感 然后一点声音都不能听 就我妈在厨房里面煮东西 那个煤气的声音啊 就是打火的声 我都不能听 然后门铃声也不能听 电话声也不能听 我全部都给他 就是给他断掉了 就到了一个完全神经日的 这样一个状态了 嗯 还是还是挺严重的 那会儿 对对对 我知道 大概那个时候状况 我还我还记得 有印象 嗯 然后这个后来不是什么 咱们当时在那个疫情期间 还还搞个什么 祈福活动啊 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在星球里边拉了一个 学佛的朋友们一块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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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嗯 然后当时那个 就是说你 你当时不是什么吗 在家修修养吗 那个时候就没得工作是吧 对 对 对我在家待了半年 就是我连人都不 我连人都不敢见 就是我出门吧 也顶多就是在我家 楼下的那个小区里面 呃 太阳好的时候 我出去晒晒太阳 我在晒太阳的时候 我那个心脏啊 都是狂跳的那一种 嗯 就是完全就感觉 自己要疯了的 就是而且 而且啊 我发现得焦虑症的人啊 就特别容易 呃 会以为自己会不会发疯 或者是会不会得精神分裂 这些 包括这些 这些对 这些我都会 会去问那个医生 医生说你这个 跟精神分裂什么的 是完全是两码事 你这个就是焦虑症状 对 但尽管医生跟我说了 但是我还是会很 很担心 嗯 对 嗯 是的 你会 这种担心是肯定的 本身 对 你特别敏感 然后呢 对 对一些 尤其是一些负面的新闻呢 包括就是当时 看到那个精神病啊 什么 对对对 对对 都会心头一紧 嗯 对 对 我 我当时记得那个谁啊 就是某某明星 他突然又猝死了 那会儿 那新闻铺天盖地嘛 哎呀我这个天 我就受不了了 我一看 我记得好像我还给你发 我还给你发微信了 还是干嘛的 对吧 我还说 哎呀 这个这个 这个会不会我也得呀 什么的 然后就从那以后吧 我就 所有这些负面的这种信息 就是微博也好 哪哪都好了 我全都选择不看了 我卸载了 就不听不看 我就自己仰着 你就是什么消息也别来 也别进入到我的世界来 我就把整个人就是 保护起来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嗯 对 然后到到后来就是说 你还是正常 就是回归工作了 是吧 哎对对对 继续继续做一去做演出去了 是吧 对 就是很巧的是半年以后吧 我那会儿其实具体症状 基本上百分之 八九十吧 没有了 可以这么说 然后也很巧 就接了一个 接了一部戏 然后就要飞到 飞到重庆 然后要要去 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当时很害怕坐飞机 因为我第一次经过发作 就是飞机降落嘛 飞机要下来 然后我这回又要坐飞机了 我当时包里面放着 就是塑效救星丸 然后 然后各种各样的药 我包里面都准备的 还不行 我还让一个人陪着我一块飞 对 然后在飞机上面稍微有一点颠簸 我就紧张的不行不行了 就那样的 然后来来回回吧 大概飞了大概两三次 哎 好像感觉脱敏了就 就好很多很多 就不会在预期的 就是有这个飞行焦虑什么的 嗯 就好很多了 那那个时候 你如果说上舞台演出的话 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在什么舞台上 或者是在表现的时候 哎呀 我是不是再来这么一下子 浮发呀什么的 会担心 会我我我当时 呃 基本上是就是 没没有去 基本上没有躯体症状的时候 我就选择 我主动性的选择 我要走出去 就是我要 我要回到那个舞蹈房里 或者是哪哪哪 我站在舞蹈房外面 我在看舞蹈房里面的人跳舞的时候 我居然会害怕 你说这 这真的是太可笑了 我现在想一想 我我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 我十一岁的时候 我进入到专业舞蹈学校嘛 就等于说 这是从小 我非常熟悉的 一个一个专业了 就是我的专业 我居然会害怕进舞蹈房 你说 你说是不是很可笑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说 哎呀 我进去跳着跳着 万一我的心脏 就是 就是 把我跳过去了 怎么办 对对对 我当时就在 就真的在外面 就一直搓手 然后就按自己 按穴位 就是让自己转移 注意力啊什么的 但是啊 你真正的进入到那里面去了 跳了一个小时下来 我就突然会觉得 哎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就是整个人 当你投入到 那个事情当中的时候 你其实根本就不会想到 你是有焦虑症的 你是有就是说 这些那些的不舒服 根本就想不起来 反而是出了一身汗以后啊 你整个人会感觉 哎呀好舒服啊 就 对 那个 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 你大概对这个症状 也基本上了解了 是吧 嗯 对 就是说 不会说哎呀 一直 总是很担心 大概你自己也知道 可能你说你身体上 至少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有一些恐惧 焦虑的想法在 对 不扰的是吧 对对对 我 我当时吧 还有还有一个方法 我觉得对我是特别管用的 就是每次 呃 惊恐发作的时候 刚开始不熟悉它 我会非常的 呃 恐惧慌张嘛 要要找药 或者是坐立不安了 什么的 但是 到了后面 我发现那个 那个状态一上来说 我就我就立马去打坐 去静坐 嗯 我就坐在那 我就 就用一种 什么样的 怎么形容呢 就是用一种 把自己抽离出来 从这个症状当中 抽离出来 来 你去看这个症状 你就看着它 你看它 就是比如说 你心脏 跳到一百八 一百九也好 你头晕也好 你 你恶心也好 怎么样也好 你就看着这个症状 它其实啊 它 它这个 惊恐的这个 它是有一个 曲线的 它可能到达 一定浓度以后 一个时间段以后 它自己 它就没了 嗯 是 所以我每次 我都会 只要一来症状 我就立马去静坐 我就看着这个 对 看着它 然后很快 它就没了 这样一次两次 三次下来以后 反而 后面 到了后面 我会想 我去主动的 去找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要去直面它 对 反正它还不来了 嗯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它就欺负老实人吧 它 嗯 对 欺负 欺负这个 然后你老躲着它不行 对 迎上去它 反而 还说白了 就是到那个顶点 它自然就会下落了 它都是一个 是的 一个曲线 自然会就 就慢慢就没有了 身体就把 多余的这些什么 应激反应 所产生的这东西 全都化解掉 吸收掉了 是的 是的 然后 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 就是当那个症状上来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 不了解焦虑症的人 可能会很害怕 就会想 哎呀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啊 然后又很多很多 那种 就是灾难性的一些联想 就比如说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会被心梗 万一我现在梗掉了 怎么办 等等 那 嗯 你慢慢了解它以后 你 我就会 症状上来的时候 我马上 转移注意力 或者是说 有不好的想法的时候 我马上就会让自己 就是强制性的让自己 不要这么想 而且是想往好的 好的方面想 就是 比如说心脏跳得很快的时候 我就会说 哎 好吧好吧 你跳吧 你跳一会儿 你累了 你就 你就休息一下 可能会 我会这样安慰自己 哎 真的是过不了 大概一分钟吧 它自己就会慢慢 平复下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 调整呼吸 就是 当那个症状上来的时候 马上 深呼吸一口 确实是有用 嗯 对 放松嘛 放松是确实对付紧张 最有用的 嗯 是的 是的 嗯 但是 我现在 我现在康复了 应该快两年了吧 我现在再回过头 来看这些事啊 我觉得 呃 第一个就是 得焦虑症的人 一定是内耗很严重的 这个内耗呢 就是除了 呃 就拿我来说吧 因为我 我从 我看17岁开始 我就到处飞 就是 三餐也不正常 然后 那个日夜也颠倒的 因为经常要 要赶行程嘛 就吃的 也也不是很正常 对 然后就全是靠自己年轻 身体底子这么扛着 一个是身体上面 肯定是 呃 很亏虚的啦 然后第二个就是 很多这种 负面的思维 跟想法 包括你对一些事情的一些 看法 他那个频率很低的话 也会造成内耗 嗯 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呃 我吧 就拿我来说 我其实 我觉得原生家庭 对我的一个 一个伤害 也是挺大的 因为我从小就离开家里面了 我没有 没有得到过太多父母的 就是 他们应该赋予我的爱 嗯 给我的一些保护 特别是我也是女孩子 嗯 然后 在一些 呃 问题事情上面 他们没有很好的带领我 一起去走过去 而是什么事情都要靠我自己去面对 我自己 我自己去处理 那大大小小的事 呃 在心里面其实 它是有痕迹的 嗯 而且 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吧 有一次是大概 嗯 大概四五六岁的时候 我爸妈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面 然后我那时候我家着火了 嗯 我家着火了 对 然后 就这个事吧 就 我觉得在 在我心里面也是留下了特别重的一个 一个恐惧的一个 一个 一个阴吧 你想那会我那么小 在面对的 一场大火 然后 过来 过来救火的都是 就是街坊邻居啊 什么的 就是这个事也是 对我产生的恐惧 恐惧也是挺大的 嗯 对 嗯 那这个 到后来 就是说 你在 你在这个焦虑爆发 嗯 这个前段时间 嗯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压力很大吗 还是 对 什么样的 嗯 我爸当时还有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除了手术以外 另外一个导火索是什么 我 我 我是35岁 对 22 2019年时候 我35岁 我还没有成家 我那个时候 就是给自己的压力特别大 我就觉得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漂泊这么久了 然后 嗯 身边的朋友啊 同学啊 都成家 都有孩子了 然后事业都做得很好 我还是这样子 飘在外面 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出差啊 怎么怎么样的 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有个家 就一直 一直想就是 让自己稳定下来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 嗯 感情上面也不是很稳定 对 然后就对我造成的一种 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的 孤独 又没有依靠 嗯 然后就长期的这样一个压力吧 就一直给自己压力 你要你要结婚 你要成家 你要怎样怎样的 就是 就 本身就有个慢性焦虑在那了 然后 关键是你还是在上海 那个时候 对 对对对对 我在上海 你想大上海一个女孩子 从 从十二十三岁 就自己念书 然后 闯荡到 到三十多岁 还是一个人 其实 这一路走来的这个 酸甜苦辣 真的只有自己明白 有很多事情 你只能 自己去解决 没有任何人 会 能帮你 能 能照顾到你 一些什么的 没有 所以 在2019年 那年 就真的是 真的就算是爆发了吧 我觉得 对 那像那个时候 就是说 像您这种 搞演出啊 当时就像 我们看明星啊 有什么敢通告什么的 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 真的就是那种 就是一直在路上 或者是一直在 这个排练 演出现场 真的是这种状态吗 对 没有空 他就休息时间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可能是没有一个规律的 是不是这样 我跟你说 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啊 我最忙的时候 我是一天一个城市的飞 我打个比方 我早上 每次我们都是早班机 比如六七点钟的航班 然后飞到那个地方以后 可能要从 打个比方 我今天可能要到上海演出 然后 我飞机飞到上海以后 然后呢 可能我要坐一个 四五个小时的一个车 到上海边边的某一个地方 它是没有机场那个地方 去做这样的一个演出 那等于说 我飞机下来以后 可能我要坐几个小时的车 到那 那你们可以算一下 比如说我七点钟的航班 我飞两个小时 到那儿 九十点 拿好行李九十点 出来以后 中饭我们就没得吃了 然后紧接的 坐四五个小时的车 到了地方 那应该是下午 起码两三点了吧 到那以后 紧接的走台 走台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时间 然后大概留半个小时时间 随便吃两口 然后赶紧回去化妆 化妆换衣服 然后演出 演完出后 估计也都是晚上 大概早点的话 呃 九十点钟能结束 晚一点的话 可能就十一点 十点 十一点这样子了 你卸了妆 然后再去 再去吃点东西 再睡觉 就后半夜了 那后半夜的话 你想我们第二天 比如说要飞到另一个城市 又是早上 呃 比如说 七八点 六七点的这个 呃 飞机 那等于说 我们卸了妆以后 可能只能睡 那么一两个小时 就要开车 又开四五个小时的车 到有机场的城市 里面去坐飞机 又赶到下一个城市 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 我们最忙的时候 就连了一个月 每天都是这样子 那我那个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 白天醒过来啊 好的时候 白天醒过来 都是我都不知道我在哪 就今天我到底在哪 是在 在郑州啊 还是还是在哪 哪哪都 哎呀 有时候都是懵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很辛苦 嗯 哎呀 真的是 尤其像那种生活吧 呃 主要是一个是 赶 很赶的话 对 可能有的时候很急啊 有的时候 对 对对对 哎 你说到这个吧 我还想到 我有的时候现在啊 做梦 我都梦 会梦到我在抢妆 就是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抢妆的意义啊 比如说现在 呃 那个 呃 那个歌手在台上唱歌 他可能只有一首歌的时间 你马上要换下一套服装 他一首歌可能也就一分多钟 有可能三分多钟 我们要从台上 冲到后台的那个化妆间里面 把身上的原先的那个演出服脱下来 然后再换新的 然后化 发型也要重新换 然后再冲到台上去 就是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环节里面 然后有的时候 我现在做梦 我都会梦到我在抢妆 对 哎呀 真的是 真的很不容易 我一听我就是 其实因为原来有一个 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 有个专业课老师 想介绍我去跑剧组来 我一听他 我说跑剧组 我说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他给我讲讲 哎呀 我是这个黑白颠倒 对 我说我受不了 要么在车上 要么在片场 要么熬夜 凌晨的时候 哎呀 我说我受不了 我当时还焦虑呢 这个不行 完全就是非常高压 那个状态在工作的 我这样连续了十几年 我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加上一些 就是生活上面的一些 一些事情吧 事件吧 然后影响到自己内心 然后就焦虑了 然后其实吧 我觉得还有一点 我自己是这样的 就是你生活在大上海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物质生活 还有诱惑 然后你会特别想去拥有这些 但是你的精力能力 达不到这些水平 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个 去拥有他们的时候 你会特别特别的焦虑 特别是你身边的朋友啊 同学啊 他们都已经到了一个生活水水准的时候 然后你再反观一下自己 就受不了了 就有的时候就觉得 哎呀我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我就是 我会不会就成一个废人了 年纪大了 跳不动了怎么办呢 等等的那一系列的很多很多负面的想法 就会出来了 然后我那会儿是 又没有人可以说 因为身边朋友都成家了嘛 你也不能把太多的负面的这种能量 去丢给别人 对吧 那可能好点的朋友呢 可以过来出来跟你喝个 喝个小酒 陪你聊一聊 但时间长了吧 也就只能自己消化 然后我那会儿 酗酒也挺厉害的 就是 我一想到这些烦心事吧 我就自己在家 面对了阳台 一瓶红就打开了 一晚上就整一瓶红的 就有的时候啊 喝到早上六点 把自己喝晕了 我才能去睡觉 所以就是得中度焦虑的时候 之前都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嗯 真的也是借酒交愁吧 借酒交愁愁更愁 对 还把身体给弄垮了 嗯 现在 姐姐你就没这个问题了 应该结婚了嘛 你们现在 你现在搬到重庆了 是 嗯 小日子也过得挺好的 是的 所以说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当时 当时焦虑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你还 对这个 对自己的这个成家的问题 很惆怅啊 结果没多少时间 我那会儿真的焦虑 焦虑的事太多了 我不是跟你说吗 我说我觉得 我这些辈子 应该就会一个人 孤独终老了 每次 每次谈的感情吧 都没有一次成的 然后都特别伤 然后呢 自己呢 奔波了那么多年 在上海呢 还买不起房子 你 你 你应该知道 上海的房价是 是个天价 巨贵啊 真的是买不起 然后呢 还是靠 就是租房子的生活 就觉得哎呀 自己真的是太一文不值了 就是各种 特别打压自己的那种 那种信息啊 就是扑面而来的 让自己没有办法 就是再站起来 然后变得更焦虑 然后又睡不着觉 就快喝酒 我把身体又给喝垮了 本来就是内耗 嗯 对对对 哎 真的 这这现在也过来了 那你现在就是说 怎么看待这个 这段经历呢 就是说 尤其是焦虑之前的自己 和现在的自己 我觉得 嗯 现在回过头来看呢 我觉得焦虑症吧 它 其实它用了一种 比较极端的方式 在提醒我 它其实 它其实是一个很 是好的 焦虑症 焦虑症是个好事 就很多人还 可遇不可求 就是 嗯 你得了焦虑以后 你会反观 反观很多事 就比如说我吧 我会反观自己的 比如说 嗯 一些 贪心啊 就是包括攀比心啊 我 我会对自己 做一个梳理 就会觉得 别人过这样的生活 是不是我也 一定要有这样的生活 或者是说 嗯 我 我再还没有遇到我 我老公的时候 我就 我就问自己 是不是别人要结婚 我也一定要去 结这个婚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 逼成这个样子 然后 我那时候也问自己 就是 我是不是一定要在 上海 就是生活下去 飞巴的这个城市 离不开了 是不是 嗯 然后 就会反观很多 很多自己的思维 嗯 然后现在再走过来 再看的话 我 嗯 我还是很 很庆幸 我觉得我是得了 焦虑症 而不是得了 其他的病症 因为 对 它虽然来得很 很凶猛 很多症状 它很凶猛 但是 你走过来以后 你完全 你会感觉到 它是对你 嗯 这三十多年来 人的生理层面 心理层面 它会对你做一次洗礼 它会帮你清理掉 很多东西 就是当然是 你要 你要 开悟吧 你要悟到的话 嗯 我现在对很多事吧 就是 我不会再去 要求那么完美了 嗯 那当然 现在我偶尔的 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会有一些 不好的想法 就比如说 前两天 我的腰酸痛 酸痛的不行了 然后我就 马上就会想 呀 我是不是 那个就是得 那个什么肾癌啊 或者是腹科方面 有什么癌了 我腰这么酸痛啊 已经两三天了 当这个想法 出来的时候 我马上就 把自己抽出来 就是 硬让自己 不要这么去想 就觉得 哎呀没事 可能就是 以前跳舞的一些伤啊 可能就 现在可能有点 救急复发了而已 那我自己做做 热敷啊 理疗啊 看有没有缓解 哎 那果然嘛 就 我就 热敷了一会儿 就没什么事情了 就是不会 让自己陷在那种 很灾难性的一个思维里面 而出不来 那我焦虑的那段时间 就 就是这样 就觉得 一点点小事 好像就天塌下来了 就一直陷在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 然后就 恶性循环 就越这样想 身体越难受 越难受 就越这样想 就一直就是这样子 但现在我不太会了 嗯 因为我记得 你当时问过我几次来的 就是咱们去里边聊过 就是 有的时候你会 就是 也算是一种反复吧 就是你在 你在那个 好像去年年底的时候 你有一些 就是害怕呀 对 有一些心慌啊 对 你还是会 就有一些反复 症状的反复 是吧 对 还是会有一些 对 但是 症状再反复的时候 一定不会在 像之前那么的 那么的难受了 一个是就是说 你首先你熟悉它了 你知道啊 就是 可能又有些 躯体症状了 那我就会想 是不是这两天 也没休息好啊 嗯 或者是说 嗯 因为我 我到重庆来以后 我没有任何的朋友圈子 我每天只能待在家里面 是不是 运动少了呀 等等 就是 难受会归 难受 害怕也会有一点的 但是还是要靠自己去调整 就比如 前段时间吧 好像今年年初 也是 老是感觉那个后背啊 后背脖子啊 还不是哪块啊 就是 疼 然后我就想 这会不会又是心梗的前兆 就是马上 那种就是习惯性的 那种 那种就是灾难性思维 它会自己跳出来的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就 我好像在群里面 我也说过吧 然后那个谁 小龙还说呢 他说 他说死不了 我想想一下 也是死不了 然后 我马上当下 我就把跑步机给打开了 我就运动 就快走嘛 也不跑步 就快走 快走半个小时以后 下来以后 哎呀 一身汗 后背也不疼了 哪哪也不疼了 全通畅了 所以 真的 这个东西 完全是要靠自己去 硬把它搬过来 就是把那些不对的 那种思维啊 给它硬搬过来 因为这些不好的思维 也是我们长时间 错误的一种认知 它习惯性的 它就会 就是规律性的 它就跳出来了 那所以 我现在做的更多的 就是清理这些负面的 就是思维啊 想法什么的 嗯 对 这叫什么呢 最终呢 你会发现 这个 那种 那种担心啊 那种思维 纠缠着你 但那个思维本身呢 它空无一物 它实际上 没有什么 它只是把你 引导到一个 一个想象当中 对 一种灾难场景当中 但事实可能 并不是说 像你想的那个样子啊 是的 然后我 我觉得吧 就是我觉得 得焦虑症的 或者是抑郁症的 一些小伙伴吧 就是 一定要有高质量 的人际关系支持 这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我们得 得这个 病症的时候 很多躯体上面的 一些症状 会让人很痛苦 然后没有 德国的人 他其实他完全 他是无法理解你的 你说多了吧 他会觉得你矫情 然后根本也 体谅不到你的 那种痛苦 所以 高质量的人际关系 支持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嗯 就像我们 我们这些交友 有的时候 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会给你很多 这方面的一些 就是说指引吧 跟 跟 怎么说呢 帮助支持 这个很重要 但是也不要过多的 去谈论太多 太多的症状 因为 嗯 就是 习惯性 惯束性的 老是去谈 这些症状的话 又会对自己 好像 无形当中 又去 嗯 下达了一个 一个指令 好像是我一直 会这么难受似的 但是这个 这个 我觉得 所谓的叫 社会支持的 这个部分 确实不太好 不太好找 因为 是的 有一些 嗯 有一些家里人呢 包括 我不知道 像 像你 你遇到的一些 朋友是怎么看的 就是当时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过 你自己的这个情况 我其实 我当时没有跟太多人说 只有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 他知道 他原来他也得过抑郁症 而且也是很严重的 所以他能理解我的那种 但是 嗯 也就跟他说过一两次 然后我更多的时候吧 我是 我是让自己就是 把自己封闭起来去 去养回这个元气 跟这个心气 我没有太多的 多说太多 要不就是跟那个群里的 就是咱们群里的 这些小伙伴们聊一聊 也就是这样子 不懂的人 我没太多说 因为我家里面 家里面我的舅舅舅妈 他们本身 也是神经科的那个医生嘛 我发现我跟他们说 都 他们都没有办法 懂我 就包括我舅妈 他说你难受后 你就去唱歌 就是大声唱歌 但是 我真正那种切身的那种 嗯 那种病痛 那种症状 我觉得他是不理解的 因为他没得过 哪怕是 就是医生 嗯 嗯 你感觉还是隔着一个东西 好像是 对对对对 嗯 而且他也不 就是说你能不吃药 就这样不要吃药 就是吃西药嘛 就是我的家人跟我说的 我那会儿就 就真的就是硬扛 嗯 对 这能扛过来都不一般 真的 是的是的是的 太痛苦了那会儿 嗯 真的是 那那个时候 你想想 这是多长时间啊 算是 后边反复的时间 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大概 我最难熬的是两 就是 手术下来以后 那两个月 是话也说不出来 路也走不了的 后面是 大概又过了四个月吧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我差不多 躯体症状 就是基本上 百分之 九十吧 就没有了 后面反复呢 是 等于说是 我到了重庆以后 然后生活了 大概几个月吧 三四个月以后 会有一些反复 就是比如说 心慌啊 就是那种 就心慌 然后 我那时候也会 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想啊 可能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呢 我要重新去适应 可能是会有一些 就是说 包括心理上面嘛 你要重新给自己做 做一个建设 心理上面也重新做建设 然后 有一些躯体反应 我是允许他有这样的 反正你这样想以后吧 还会少很多 就是 反复的这些情况啊 就会变少很多了 如果说你每天都提心 吊胆的 就觉得 哎呀 明天会不会又怎么怎么样啊 后天会不会又不舒服了 如果老是这么想 反正还 不好 对 那你现在呢 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难受啊 或者说 有没有焦虑的一种 就是感觉很强烈啊 或者是有没有感觉 会不会害怕自己 将来复发啊等等的 这种焦虑有没有 说实话啊 复发我是真的不怕了 嗯 为什么 不知道呗 我就 反正也就这样 我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 就复发就复发呗 就大不了再把自己关半年 对 大不了再关半年呗 就重新 重新再做一次清理 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但是啊 我现在还会 会有一些不太好的 那个念头 就前面我跟你说的 可能 自己身上稍稍有点不舒服啊 他会习惯性的 又跳出来那种 灾难性的一些思维 还会有 但是 我会跟好朋友说 哎呀 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会不会怎么怎么样啊 所以好朋友也会给我一些 就是 比较客观的一些 就是 见解吧 然后我会很快的 哦 马上走到这个正确的认知上面 然后 然后让自己就是做一些 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些 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让自己舒服一点吧 嗯 嗯 对 锻炼锻炼身体 打打坐 对对对对 这就是你平常用的比较多 怎么办法 是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 怎么说呢 你说得焦虑啊 抑郁的人以后 就是让他 什么事情来的时候 让他立马往好的 这个方面想吧 我觉得可能 呃 反正我 我现在我还不能百分之百做到 但是我肯 肯承认这些 不好的这些念头了 我会去面对它 回头就是等 呃 身体调过来以后 我会想 哎 你看 上一次 比如说 我娜娜又不舒服 说我会 我又再耐性思维了 啊 我下次我就知道了 我不要这样子去想 就是一次两次三次的 这样子去锻炼自己 我觉得往后的话 应该会越来越好 嗯 对 嗯 然后那个 还有什么问题呢 让我想想 想一想 让我想想 就是说你在得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 说羞耻感 或者就是比如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啊 嗯 呃 或者是 对就是说有点这种 哎 感觉人家都是正常人 我不 我不正常 是吧 人家都开心啊 有说有笑的 人家这个怎么样 我我怎么就 就是说有没有这种 感受我 我 我这个病耻感 我倒不是很强烈 就是 我是那种 就是如果 如果说我遇到什么麻烦 或者是说我遇到 我生病了 我会 我会是去需要求助的 这样一个人 我可能会找医生 可能会找朋友 可能会找所有我信得过的人 我会 我会发出求救的信号 我觉得我这 这一点 也是一个优点 是也帮我 就是在 我这 呃 这十几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 一个 嗯 事情上面吧 也帮了我不少 就是我 我有需要 帮助的时候 我会主动的向别人去请教也好 怎么样也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性格吧 也嗯 让我走出了很多困境 包括这次焦虑症也是 嗯 嗯 是 我感觉 这个 有的时候呢 你会 有的时候你会 就是自己怀疑的时候 拿不准的时候 哎 对 你自己琢磨 有的时候越琢磨越乱 你还不会说 对对对 问点比你懂的人啊 是吧 哎 对对对 找大夫是吧 嗯 你这样 你这样一下就解决了啊 是的 但很多人呢 嗯 很多咱们交流的朋友 就有的时候 这就是钻到自己的这个 想法里边 哎 他就不愿意 是的 嗯 这这就是 这个 所以说要打开自己 有的时候这思维上要打开 是的 然后然后尤其是 我觉得对于 就像像姐姐刚才你说的 那个 就是在上海啊 看到很多人的生活 嗯 然后比自己优性优越 啊 现在我觉得很普遍 这个问题 为啥呢 因为现在咱们 现在手机上边啊 然后包括 朋友圈啊 你就看到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生活的一种状态 对 哎呀 你看人家那个生活 好 但实际上跟你没关系 就是说跟你没这个 你没这个命 的时候 咱说实话 对对对 有的人 就是咱们看到太多的 跟自己无关的东西了 然后反而呢 找不到自己了 嘛 不知所措了 嗯 把自己的定位搞混了 嗯 而且现在很多人啊 他发朋友圈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的 就是以前在上海那段时间 他发出来的朋友圈 也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 嗯 并不代表这是他真正的 他的一些真实的东西 对 包括我以前也是 我在上海的时候 哎呀好像参加个什么 嗯什么就是聚会啦 很高大中的聚会啦 或者是走这个什么 什么小红坛啦之类的 赶紧就发个朋友圈炫一下 以前我都会这样子 吃了一个很高档的一些 一些餐厅啦 怎么样的 就会发一下 但后面就 包括就是 我看啊 我得焦虑症以后吧 我对这些东西 我真的看得很淡很淡 而且你真正 你屏幕后面的别人 到底有什么样那种生活 他的心理是什么样的 你还估计还不如你了 就 嗯 对 因为有些像 像姐姐你也算是 半个娱乐圈的人嘛 嗯 对咱不提这个明星的名字啊 就是说你接触过的 很多的这些 艺人什么的 他们也有很多 就是精神方面 就是说心理状态方面 不大型的吧 当然很多 其实 这个行业吧 其实是一个压力 非常非常大 而且 虚荣性非常重的一个行业 就是有些人 他可能他 把自己武装的很好 包装的很好 看不出来 但是 我跟你说 关起门来啊 很多人 他肯定都有很严重的一个 攀比心跟嫉妒心理 肯定是会有的 然后 也不少 就是得焦虑症的人也不少 那像我们在媒体知道的也 通过媒体知道的也 也有 也有好几位了嘛 对吧 嗯 所以 嗯 我们并不 我们并不就是说 特殊 好像得了这个焦虑症 好像要病齿感啊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 各行各业都存在着自己的压力 但是 如果说 换个角度来看 你的压力就是你要 你要面对的一个功课 嗯 跟你要过的一关 你把这关过过去了 你把这功课做过去了 你就升级了 如果说你一直在这个死循环里面 赚不出来的话 苦的其实还是你自己 你别人根本 一点 一点都 就是 沾不到边 对吧 嗯 所以每个人 每个人自己的功课要做 嗯 过去 只要你过关 你就成长了 嗯 对 所以我 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有很多人 他会 他很羡慕那些 有名的人啊 哎呀 或者在舞台前面的人 但你就光看到贼吃肉 没看到贼爱打 我们看到都是人家最光鲜的一面 人家 哎呀 但是他背后 这个所受的苦 尤其是像 像这个 这个艺术方面 不管是唱歌也好 跳舞也好 都是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啊 对 抬下的功课 那最多了 所以说 真的 咱们不要 只是说 很多年轻人 他们只是看到了 那个 那个简单的一面 那个好的一面 高大上 哎呀 这个威风的那一面 但是他没有看到 你要承受的东西 对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需要 就是面对一些事情的冷静 就是 就是把自己的位置 的心态摆好了 是的 是的 哎呀 千万不要去 什么羡慕啊 什么的 因为 你想就刚才 我跟你说的那些 我的生活 我觉得换了任何一个 一个就是说 正常上班下班的人吧 我估计都受不了 你想一天一个城市 这么飞 还吃不饱 有时候睡觉 都只能在车上睡 颠簸颠簸的 颠个几个小时 到机场 飞机上也睡不好 根本就受不了 是的 哎呀 真的是 你想象那种生活 就是挺折磨的 挺消耗的 真的是 对 然后经常 有些时候 就大清 大清八糟了 四五点 五六点 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 就走在上海的街头 要打车 不是打车回家 就是打车 要去机场的路上 就是这样子 哎呀 太 太痛苦了 那段时间 那你现在呢 现在 就是说生活状态 包括你对未来 这个有没有一些 新的一些向往吧 或者说 之前的一些 方向啊 包括就不想 不想继续坚持了 有没有一些新的 一些想做的事情 嗯 现在拍视频算一个 是吧 现在拍视频 是 给大家分享 对 我现在 等于说 就回归到一个 怎么说呢 就全职 全职 全职太太吧 家庭主妇了 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 嗯 没有什么生活的一些压力 但是呢 我对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成长 吧 跟发展 我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的 那现在 人要做事吧 也得 也得等一个机缘 机会 说不定哪天 机缘巧合的 哎 好像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 什么事了 那现在暂时还没有呢 我就让自己安心 比如说 嗯 做一些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 就拍拍视频 帮助一下 就是现在正在 嗯 就是遭受的焦虑症啊 这些痛苦的 一些小伙伴嘛 能给他们一些帮助 就一些发发视频 然后 想在这个 过程当中 再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机遇 然后再去发掘 其他领域的一些事吧 现在就 让自己安心 最重要 嗯 不然的话 又得整焦虑了 哎呀 怎么又没工作了 什么什么 这个太烦了 没完没了 嗯 现在 现在 抖音上面 就很多就说 我媳妇也发抖音 哎呀 现在女人 就应该有一份事业 不然你光花男人的钱 男人想怎么着 你就怎么着 你 把你甩了 你就没饭吃了 啊 就就 现在就很多贩卖焦虑的 这种 是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 这样的一个 一个 就是 呃 女人是要有 有这样的一个 呃 随时要有 有这样的一个 叫怎么说呢 就是 嗯 威 威 威胁 也不是威胁 就是 还是要有 危机感 对对对对 要有这样的一个 危机感 就是 呃 当然也不能说 啥啥 你想 你想买个啥 你都得问 老公 讨个几百块钱呢 这样的 嗯 也不太好 就是 自己可以做一些 自己让自己舒服 然后呢 又能让自己充实的一些事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也别 整的太强了 整的太强的话 反而家庭会不和谐 因为有一些女性朋友就问我 就看了这些东西 我就告诉她一句话 我说经营你的家庭 就是最大的事业 这事业比老爷们出去挣钱 还要难呢 家里边这些事 说实话 太复杂了 有的时候越是亲密的 这些关系 越理不清楚 能把家当好 然后人家不说 娶个好媳妇忘三代 对的 其实一个家里面 好像说男人其实最重要 其实错了 其实女人是最重要的 一个女人 她可以主宰的一个家里面的 男人孩子老人 都得靠这个女人去扛 所以要需要有智慧 也需要有很多方法方式 如果说女人一个心思的 把心思都放在外边了 就是光想着怎么赚钱了 老公也会有挫败感 时间长了 肯定就伤自尊了 家里边其实也是没有人用心 因为都在忙工作 你这个家也冷冰冰的 有的时候 对的 其实咱们怎么说呢 就是找到一种 我觉得像杰杰 你现在也是找到一种新的 一种生活状态 就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种 完全不一样应该说 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活状态 是的 这个其实对你的康复 我觉得帮助挺大的 心安了 踏实了 对 蛮好的 蛮好的 其实特别开心 我觉得对你不一定感动 因为像你这个康复过程 基本上我都大概都了解 看到你的变化 真的特别开心 然后现在吧 就是我包括我做小红书也是 很多人给我留言 问我你吃的什么药啊 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啊 都有一个误区 就觉得好像这个药物 它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错了 真是大错特错了 就是药物吧 它可能能暂时缓解你的一些症状 但是 你最根深蒂固的一些认知 包括你的 你的思想 就是我像前面提到的一些 灾难线的思维 你不去做改变 你不去做 就是说 那个颁证的话 你吃 你哪怕把那一斤的草酸吃到肚子里都没有用 是 这个问题是 怎么说呢 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 因为对于大家来说都想急切地摆脱这种痛苦 所以他会寻找一种最快的消灭痛苦的方式 最简单 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这是人的一种 就是 怎么说呢 咱们这个人群都是 本能 病急乱投医 对 就是 就是着急 但这个时候呢 你就反而要慢一点 对 你别的不能着急 你现在就像 像姐姐你在家养一养 对吧 当然有些人他就是这样 我不行 我得工作 他在家也不踏实 但我在家我就不踏实 心不踏实 整的自己呢 其实康复的很慢 其实确实是这样 你内心早上有这个矛盾 有顶着一股劲 对 其实最慢 最慢的方式去康复的话 就是最快的速度了 对对对 有有耐心 是的 然后再说一个就是 尤其是对女性朋友吧 因为我这边采访的呢 这个好像前面 前面也有一个 清清晦姐姐 然后后边是男的 然后就说像您现在 对这个女性 尤其是现代的女性 就是说 你给她们一些什么建议 什么的 因为很多女性朋友 在听这个节目 像今天吧 也是一位焦虑症的一个 一个女的女朋友 她跟我聊 她说她 其实有很严重的一个 嫉妒心 她跟我说 我说其实十个女人里面 有八到九个人 她都会有这个嫉妒心 特别是虚荣心 我说首先来说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 第二个呢 我说你不如把这个 虚荣心也好 嫉妒心也好 你从别人的那个身上 你转回到自己身上 你关注自己 对对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去成就你自己 你把别人的好 你吸取到你身上来 你当你更好的圆满自己了 让自己就是说 更加的 更加的怎么说呢 就是 优秀了 你就不会去 就是说去 好像嫉妒别人啊 等等啊 你有这样的经历 你还不如多多充实自己 让自己更加丰富起来 对对对 所以 而且我觉得女人啊 她其实 她是有 她的内在 其实是非有 有非常足够的能量的 如果这个能量 能让她完全的释放出来的话 我相信 不管是事业也好 家庭也好 她一定会是非常圆满的 嗯 嗯 这对于女性来说 我觉得这是 呃 一个 一个有爱的家庭 一个幸福的家庭 真的是离不开 女性的这个经营 啊 对对对 用情感的投入 就让一家都和和睦睦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 对 像你说的 这女性的能量 人家说嘛 女性半边天 这个在家庭当中 那就相当于是整片田 我跟你说 我在家里边 我是身有体会啊 得把媳妇凑好了 把自己的女朋友凑好了啊 在在座的啊 都听好了 真的是 真的是硬道理啊 真理 是 我我我前两天 在我的那个小红书上面 发了一篇那个文章 就是我大概是十几年前 我原来QQ空间里面 影片文章 我特别喜欢几位文章 我转载到了那个小红书上面 到时候就是 有兴趣的那个 女性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一段小故事 但是如果能看懂了的话 我相信是会有所成长的 而且我现在回过头 再去看这个故事的话 我觉得我内心充满了 充满了能量 然后 对就像 就像给自己补充了 很多营养剂似的 可以去看看 咱们最后一个 我觉得咱们聊的差不多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学佛的事 我觉得 学佛 这个过程 对你的这个康复 有没有一些帮助 或者启发 对焦虑方面 有 我其实吧 说到底 我最根本的一个焦虑呢 是恐惧死亡 因为在我之前呢 就是我经历过一些身边的亲人 比如说我父亲 比如说我一些挚友 他们的离世 就对我的创伤也是很大的 然后我就不断地去寻找一些 就是说关于死亡的一些信息 对 因为像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吧 对于死亡的教育 它完全是零 没有人 没有任何人 或者是学校老师 他会教你这些 告诉你 什么叫死亡 我们一谈及到这个 觉得好像都是非常恐怖的 它是一个黑洞 就是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谈到这个都是非常 呃 悲伤的事情 然后我就从宗教的这方面吧 我就去 就是去学习 原来在宗教里面有一个 有 有一个说法说 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吧 也不是所有人 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吧 都不了解真正的死亡是什么 其实真正的死亡 就是另一个新的开始 你只是完成了你 你这一段 你这一世 在这个人世间 你该完成的工作 你的生命结束以后 你就要去往下一个工作了 而且 我的师傅跟我说 他说人其实在意 真正的意义上面 其实是不会死的 嗯 你只是带着你这一世的一些夜里 带着你这一世的一些因果 然后 接着往下要走 然后我就会问他 我说要走到什么时候 才是一个 就是 结束啊 嗯 他说等到你所有的东西 你全部都 嗯 修炼圆满了 嗯 你 你回归到你真正的那个 就是 嗯 本如的时候 真心本如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其实是回归 而不是说 你要去努力达成一个 菩萨 达成一个佛 他说不是的 你本身 你本身就是那个 只是你现在迷失了 你迷失在这些人世间的 比如说生老病死 嗯 比如说一些 嗯 财富 爱恨 对 爱恨情仇等等里面 你在这个漩涡里面 你出不来 你不但你出不来 你还想在这个漩涡里面 寻找答案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只有回归到本源 所以 他说 死亡其实是 真正的意义上面 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你死不了的 我的师父跟我说的 对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对 对 他说你 哪怕是你生病也好 你病痛也好 他也只是你这个肉身 你生病了 人吃五骨杂粮 哪有不生病的吗 对吧 但是 你真正心性上的东西 是根本是不会生病的 嗯 嗯 你本事具足嘛 就根本就不会有 其他的那些 这些 包括 呃 你人的一个思维 你对 你你你对事情的一个想法 包括焦虑 他说焦虑 不就是妄心妄念 太多 多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 你就爆发出这个 症状了嘛 嗯 所以都是人想出来的 没有真正 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死亡 嗯 嗯 对对对 嗯 这个 像像当时我记得 您还 您去请教那个 珠海的那个杨宁老师 是吧 对对对 一度门的那个杨宁老师 你们还聊过 嗯 他他给你什么启发吗 我我我我好像 我还没问过你这个 对对你 你当时还焦虑了 你是焦虑之前去的 还是焦虑之后 我焦虑之前 我焦虑之前去的 我去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他他见我第一眼 他就说我的这个心脉啊 心心脏这块 他说你太紧了 就是紧 嗯 他说你这个东西吧 他说是你大概从小 就是父母 父母给予你的 父母灌输你的 比如说啊 你出去打个车 坐个滴滴司机 可能你都会担心 父母都会说 啊不要遇到坏司机啊 啊 或者是说你学 学骑个自行车 他会 他会怕你被大车撞了 你学个游泳 他会把你淹死啊 就是等等这些信息 其实是父母 他赋予你的 让你从小就是内心 就有个非常恐惧 然后又非常就是 呃压力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他就 他就说我嘛 他说你心脉有点紧 他让我就学打坐 学静坐 然后在静坐当中 他说让我闭上眼睛 让我去感受一下 我自己的存在 他说 为什么恐惧 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的 闭上眼来了解过我自己 当我自己 真的是看到自己以后 原来发现 原来我是阳光普照的 原来我是这么温暖的 原来我 嗯 没有根本就不存在 什么恐惧啊 这一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说我的心 这个心 心结啊 心脉啊 他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松开 但那会儿就跟我说 但那会儿我还根本理解不了 不懂 就是不懂什么叫 心脉有点紧 根本就不懂 后边 得了焦虑症以后 你再回过头去看 就是说 老师跟我说了这些话 我才理解 然后我才会去直击这些恐惧也好 然后包括以前的原生家庭 那些创伤也好 嗯 对 对 阳妞老师 真是大菩萨的境界 哎 那是 预言了 预言了 真是 对 嗯 真的 这就是说有些话 咱当时可能听了 哎呀 没大回事啊 是的 然后后来 发现哎呀 这个 才吸收得到 才感受得到 就是感悟到 嗯 这个是 这个确实 这是真正的老师 就包括那个啥 你看像现在想 就是我们有点啥病 包括我自己也是 有点啥病 我就会联想到一些灿难心思维 就是哎呀 会不会得心脏病了 等等 其实这样的思维 它绝对不是就是说 突然一下子 它会跳出来的 而是因为我之前 有过很多 就比如说 就像我前面跟你说 父母的那些灌束啊 就是你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那样 这些都是一点点 一点点的一个诱因 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 在我成年以后 它就会变成了一种灾难性的思维了 嗯 所以都是 当时你做手术 我记得你当时形容的 就是在做手术之前 非常恐惧 对 想到很多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父母 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都是就是说 父亲是肝癌走的嘛 然后母亲也不是身体 也不是特别好 也是 也是个癌症患者 然后我就会想 我会不会也得这个 然后我做手术 出来以后 我的结果会不会也是不好的 我就一直就是长期的 处在这样的一个压力里面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老是上网去搜百度 老是搜 哎呀我的天啊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有 真的是有病 如果我不得病 谁得病吧 你说你是搜百度干什么 是不是手剑 你说 这就是说嘛 你这百度啊 你打开 一搜什么词 第一页 全是广告 对 对 然后 后边的紧接的 就是你反正你就活不了多久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些信息 直接就是 巴不得赶紧给你火化了 算了 哎呀 对对对 对 所以说这个疾病的焦虑啊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 就是害怕癌症啊 害怕什么 这个那个的 这个是咱们人的一个 就是说都会有这种恐惧的 就这种怕死都会是有的 真的 是的 但咱们 就是像你说的学佛啊 它是一种死亡教育 因为只有 只有宗教 对 它才会涉及到这个 死亡后边的事 甚至死亡本身这个东西 它是哲学 哲学可能它也 谈论不了太多死后的东西 但是只能说靠宗教啊 这些咱们 这个自古自古以来的这些圣人们 他们怎么说 咱们才能了解到一点点 了解到一点点 但是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 一个 一种认知 对 一种平衡 就我们在从小 对这个死亡的这种认知 就是纯粹是一个恐惧的 对 最近 最近我奶奶就去世了 我奶奶去世了 我送了第四个老人 我爷爷 我姥爷 然后我姥姥 然后我奶奶 就四个老人 我都送到活葬场 就是完整的送过来 第一次去的时候 恐惧的不行 那时候我焦虑症 就我爷爷一二年 年底一三年 就年初的时候走了 然后 那个时候就很恐惧 但是到现在 现在就没有任何感觉 我更多的是什么呢 转变成一种感恩了 对吧 这个人呢 完成了他的使命了 是吧 他就要回到 他来的这个地方 或者他要赶 赶往下一个地方 这个时候 你悲伤 你难过 你恐惧 都没有意义 你最多的祝福吧 是吧 感恩吧 他给你的这一切 做得好与不好 他也完成了 这个 他该干的事 对吧 这就是我们对这个死亡的一个 观念的这么一个转变 这是真的是 从薛佛之后啊 了解了之后才会有的 对 然后 我觉得打坐特别有帮助 就是 你当你做到一定时间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段时间 就是躯体症状特别难受 我每天可以做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打坐 做到后面吧 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吧 你会做到 你感觉不到你身体的存在 然后你只 你只身处在一片光明当中 那种舒服的感觉啊 就是我 就像阳光照在你身上 把你的每一个细胞照得有温度 特别温暖的那种感觉 然后 老师说可能 就是你死亡人的断气以后 灵魂出来以后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老师有说过 对 所以 慢慢的就是 我只能通过宗教去了解 到底死亡是怎么回事 慢慢的你 你去 就是说多看一下这方面的书 包括现在有很多 有就是有那种 呃 冰死经历的 是真正冰死经历的 比如说手术台上死过一回 又再回来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去多看看这些人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描 就是讲 讲述吧 会 会解开很多 就是有关于死亡恐惧这一块的一些 对 一些疑虑 嗯 对对对 因为恐惧呢 最大的恐惧就是未知 对对对 我们对未知就是最大的 对 但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了解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 这个过程就是说 我们可能听别人说 我们自己也去 去沉淀 去感受一些 就是像你说的打坐 打坐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放下 放下自我 放下这些认知 思维 减少减少 最后 反而你发现 在没有任何想法 搬动的时候 你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是的 那你就是忙忙碌碌 给自己设着这个标准 我要结婚 我不结婚 我就不快了 你干嘛呢 对对对 你震动着干什么 你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你记录别人 别人有什么 别人有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 我们自己的 就是这叫忘心 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是忘心 这是妄想 这是执着 放下这个 反而内心就舒服了 舒服就来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 就是说对于咱们焦虑的人来说 他给我们这个时间 给我们这个空间 让我们去损磨 这个东西 这个是咱们焦虑 这个真的是一个 有很大意义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的 是的 所以要真的要很感谢焦虑症 如果能从焦虑症这个 这个病症当中 你能看清楚一些 一些真相 人世间的一些真相的话 你真的是会成长一大步 嗯 对 但是脱胎 成长了一大步 对的对的 嗯 所以 所以现在啊 就是我知道 现在应该有挺多小伙伴在听 就是所以现在有很多 嗯 包括你们现在 不管是有任何躯体上面的一些症状的一些 呃 朋友们 就是首先 不要去逃避他吧 也别害怕 因为 首先他要不了你的命嘛 对吧 嗯 不用害怕 第二个就是 嗯 咱们该上医院做检查 就做检查 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就 千万别把这个东西 太放在心里当回事 天天去琢磨它 然后一直顺在这个 思维里面你跳不出来的话 嗯 就会让自己更加的痛苦 然后 第二个吧 就是焦虑症一定会好的 就是百分之百的 对 百分之百的肯定 而且不靠药物也能好 呵呵 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所以 不要灰心 不要总觉得好像 哎呀 会不会好啦 天天这么难受啊 什么的 不要去这么想 然后该干嘛干嘛 多运动 嗯 然后就是 该吃药吃药 中药吸药都好 就是 能让自己舒服的 就吃药 然后让身体缓解过来以后呢 在这个缓解的过程当中呢 再慢慢去做一些 认知上面的调整 然后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嗯 嗯 对 解解总结的已经很好了啊 咱们今天呢 就差不多 咱就讲到这里吧 因为 等会你九点 你还有事是吧 对 有课啊 嗯 我 tak